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潮Ginz 我是小潔 春天的天氣真的是 就像後母一樣就是很 他 只是個海藏 我那個太好笑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潮Ginz 我是小潔 對 那謝謝Ginz邀請我 很好 今天很開心受到Ginz的邀請來分享我的日常穿搭 那今天的主題就是要分享 春夏的上班族穿搭 冷冷的冬天已經過去了 那現在就是我最喜歡的春天了 春天後母麵 其實春天的天氣真的是 就像後母一樣就是很 他 只是個海藏 而且我那個太好笑了 那春天後母麵 他其實有很多天氣的變化 那像我身上這套 OL就是白襯衫是最經典的款式 不過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會這麼無聊 我會分享一些我平常比較喜歡的 例如說可以帶一點甜美啊 或是比較知性 甚至有一點點性感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那首先呢我就要先介紹我的第一套穿搭 OL啊它的元素肯定會有的是西裝外套 那這個呢我想要推薦的是 近年來滿流行的短板西裝外套 那因為是春夏嘛就是 我們就不選比較厚這種材質 我們就選有雪紡的 這樣也比較透氣然後也可以防曬 那中間還有一座一個小扣子 我個人是還滿喜歡的 短板呢它的好處是其實還滿適合 那我自己的部分呢我還滿喜歡我的這件黑色的皮裙 那它是做拍扣的設計 那裡面我會再加一件小可愛的 滿適合出去玩的時候穿 那鞋子的部分呢我會搭上這種軍靴 這種軍靴啊單品我覺得它是還滿百搭的款式 就還滿多風格都可以駕馭的 然後帶一點點的跟 它也可以讓你腿部的線條比例比較好 那這個軍靴呢跟我的皮裙也是有一致性的感覺 那這套呢其實除了上班滿適合之外 我覺得它出油也是還滿可以的 所以出油就一定要有一副墨鏡 那它這副墨鏡呢我覺得還滿有特色的 它的鏡框呢跟鏡片其實是不重疊的 那從前面看過去啊 它其實還多了這兩片其實還滿有活力 而且滿有特色的 那再來是尾端的部分呢 它有用塑膠來去做包覆 這樣戴起來耳朵也比較不會痛 然後我很喜歡它尾巴的部分呢 它有兩顆愛心 其實戴起來心情會滿好的 NICE 眼鏡呢它其實有金金屬的邊框 所以我會連手錶跟耳環就是都去做金屬來做點綴 手錶啊通常大家看到的手錶都是比較圓形的鏡面 那我選的是一個Founder 它會有一點點復古文青的風格 最後呢就是包包 包包我會選一個銅色系的 然後它也是有一點點正式的 那這個包包它其實空間還滿大的 因為我自己其實東西還滿多 所以我會選這種大的包包 就是可以放比較多東西 那如果你也跟我一樣喜歡比較皮革的風格 就可以參考看看我身上這一套 再來介紹第二套 第二套是比較正式的套裝 那這一件呢就是我想要推薦的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懶人 所以還滿喜歡這種已經不用想穿搭的衣服 那它是露肩的 可是它的好處是它是做寬 寬袖 所以其實不會有太多的肉會跑出來 那再來它這邊還有做一個縮腰的設計 會讓你的比例看起來很好 那再來加上它是直條紋的 所以也會讓你的線條 視覺上面看起來也是有修飾的效果 那因為像現在天氣啊可能會有點冷 所以我會搭上一件西裝外套 就比較壯色一點 那這樣整體搭起來的感覺就是會還滿正式 而且又有點金面的感覺 那鞋子啊我會搭這種木勒鞋 就是而且它平底的 所以其實行走是非常的舒服 那再來包包 上班族肯定要有 大公式包 裡面什麼 筆電啊 水啊 雨傘啊 化妝品啊 口罩全部都可以丟進去 配件的手錶 我會戴一個跟剛剛這套 顏色相符的黑色跟銀色相間 那再來就是眼鏡 眼鏡呢它這副是做深藍色的膠框 那在鼻橋這邊是做金屬的 比較不會這麼的死板 那再來鼻墊呢它做的是軟式的 那上班族在辦公室做一整天 戴久了也不會不舒服 跟這個尾巴的部分呢也是用塑膠去包覆它 讓耳朵不會痛 上班族在辦公室做一整天 一定要有一副舒適的眼鏡 推薦給大家 再來是第三套 第三套非常的有趣 它是兩用 就是這一款 這款前面我有提到說 自己是比較懶人一點 所以我特別喜歡這種一次就好的設計 那這一套呢它除了有上班族 就是西裝的元素之外呢 它的肩帶是蠻特別 它有做一些英文字的花樣 那還有它在這邊有做一些皺褶 它比較跳脫一點 那腰的部分呢它有做綁帶 可以讓你的比例看起來更好 還有它的褲管呢它是做寬褲管 像我下半身比較沒這麼纖細的女生呢 我自己會蠻喜歡這樣的設計 那再來是鞋子 鞋子呢我是挑了一個跟鞋 就是上班可以穿 然後下班也可以跟姐妹們一起出去玩 那它跟呢它是做比較粗的 所以它其實走起來也比較不會就是跌到 戴配件的部分 耳環會搭配比較有趣一點點 它是叉叉的設計 那跟剛剛我們這個比較特殊款 是有一種可愛的感覺 我要推薦這個手錶 它是方框的 那它跟以往的圓表比較不一樣 然後它就是有一種上班 然後下班去參加Party 嗯? 嗯? 等一下 這樣太習慣了 很好很好 感覺這個穩定嗎 謝謝 沒錯 再來是眼鏡 眼鏡其實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 覺得還蠻特別的 它是做透明的邊框 那再來側邊的部分呢 它是有做金屬跟透明框的結合 那它看起來是非常的有科技感 而且很時尚 所以搭配我們這樣子一套 上班然後下班就可以直接去參加Party囉 推薦給你們 再來就是我們的第四套 第四套是比較正式感的 噔噔 西裝外套 那這件呢 我是選比較 嗯... 版型比較挺的 所以它其實單穿也會有蠻好的保暖效果 像這種就是春天厚抹面啊 比較難以捉摸 我覺得這件放出還蠻夠的 而且其實它穿起來很挺 那再來我下面呢會搭上寬褲 就是它其實是同色系的 然後寬褲呢 今年也很流行 搭的是老爹鞋 老爹鞋然後我也是選擇一個同色系奶茶色系 那我這個寬褲呢它穿起來它其實不會完全包覆它的鞋頭 所以它其實穿起來還蠻俐落的 那裡面呢我會加了一件這種小可愛 所以它其實會有一點點性感的感覺 然後整體也是有點韓國偶膩的風格 那再來是配件的部分 配件呢首先是手錶 就是最經典的金色跟白色色搭 然後再來是耳環 是稍微比較低調的 這種不規則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眼鏡 那它我們看鏡框的部分 它上面是褐色下面是透明的漸層 那再來側邊的部分呢 它前面是一點亮色的 那後半段是比較霧面的 看起來非常有質感 而且它摸起來也很舒服 那這支的色系啊 其實跟我今天的妝容還有髮色是還蠻搭的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奶茶人 非常喜歡奶茶色系的話呢 這支就非常適合喔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那我平常呢 上班最喜歡正式跟舒適結合的穿搭 那你們呢 你們平常上班喜歡怎麼穿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喔 我會選出三個喜歡的留言 並送出小禮物 那當然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超Dreams的頻道 並且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IG 我是小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